這是之前的情況 不論男側又或者是女側 清一色都是黑灰色牆面 終歸中矩 至於茶水間也是採取一樣的色系 顯得單調嚴肅 不過前陣子進行改造之後 已經打不同 首先在茶水間 只見牆面換上了柔和色的粉色系 再加上上頭掛了幾幅色彩鮮豔的畫作 光是視覺感受就差很大 戲子虛工所這棟建築物已經13年多了 從1960完工到現在 我們就是在去年底 我們就嘗試做了一些改變 我們就把洗手間 還有我們的身上廁所 還有我們的茶水間這邊 再一樓這樣子一個空間 我們先試著做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戲子虛工所所在的這棟行鎮 中心大樓轉眼間也是三年了 為了營造不一樣的洽工環境 就從一樓的洗手間 以及茶水間開始改造試水溫 效果似乎不錯 洗手間的牆面門板都做了改造 還有無障礙洗手間也是 明亮寬敞 搭配畫作還有瓷磚點綴小碎花 還有燈光 都多了文型氣氛 也讓洽工的民眾 或是經常來工所辦理事務的里長們 都感受到了 現在上洗手間比較不一樣 以前是已經十幾年都沒變化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有點文創的氣息 帶一點風景圖片在裡面也很好 那一方面上洗手間一方面又可以欣賞 那我們用的就是防水的避貼 那個讓同仁也好或讓民眾也好 你今天在使用洗手間跟茶水間的時候 會有一個不同的感受 那當然如果說反應還不錯的話 我們未來也會在二三四樓 還有我們的十一樓 我們會陸續再來做進一步的一個 整個的燈光啊 然後再整個的使用那個感覺 我們也會來再做進一步的一個調整 除了洽工櫃台 洗手間 茶水間 也是許多民眾都會使用到的地方 多了用心打造的親民 溫馨空間 讓洽工民眾 公所同仁 都有不同的感受 這場慧玲綺綺紙財報報導